继续来看到开学了宜兰地检署跟县府启动了校园友善舟 现在中华国中跟学生们一起宣誓反毒反黑反暴凌 还有蓝阳戏剧团也带来西游记的戏曲 加入了反毒的内容 加深孩子们对拒绝毒品的印象 宜兰法院地检署长官与县长林聪贤 和国中学生一起举手宣誓反毒反黑反霸凌 打造友善校园需要家长师生一起努力 多关心身边的人 尤其校园反毒 最近的防冬案学生要有所警惕 柯正东是一个俊俏的少年 原本有一个宽广无边的舞台 任他去挥杀 原本有一个无矮无边的世界 任他去遨游 但是吸了毒之后 所有一切 可能在一次之间改变了 那毒品的案件在我们地检署来讲 就是吸食毒品的案件 在我们地检署的案件量 大概有18%到20%之间 也就是一年大概有1300件左右 只有比公共危险 也就是酒后驾车来得少 排第二 所以在宜蘭这边 食用毒品的情形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关心 我们也积极在建构 这个所谓的毒品资料库 希望能够对这个 贩卖毒品人犯 能够加长茶器 反毒单位我们也有一个积极配合 那我们也在大力的推动 这个反毒的宣传 那也希望透过 这种从学校扎根的活动 能够让这个青少林远离毒品 各位都知道 毒品最要命的地方在哪里 毒品最要命 因为吸毒是害你自己啊 伤害你自己 最要命的是上瘾以后 千方百计 你都要找到那个东西来接引 但是呢 往往你又要不到 最后呢 南道鲁昌 我们在监狱里面 现在有包 这个已经达到将近60%以上的 这个介质的这些犯人 都是跟毒品有关的 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同学 未来的前景啊 无限 不要一时的 一时的好奇 反毒四行动 珍爱生命 防毒剧毒 知毒反毒 关怀协助 面对诱惑勇敢剧毒 别让毒品危害一生 原案新闻记者黄竹汉 曾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